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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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要停五到七天 也不能连续在位 好 感谢赵老师的提示 咱们接着往下说 前国县乌兰塔拉乡 新庄村是省级贫困村 全村耕地面积1324公顷 草原面积1910公顷 自第一书记王红砖驻村以来 新庄村精准失策 精准脱贫 通过发展草原鹅的养殖 曾经的贫困村变得活力十足 致富的底气十足 2016年3月 王红砖来到新庄村 担任第一书记 当时村里共有建当利卡 贫困户9户14人 其中大多数是因病 因老 因残 因孤制贫 劳动能力很低 经过反复调查走访 并结合当地的养殖情况 王红砖提出了 以草原鹅养殖为主的 精品牧业发展规划 养鹅它是头子小 猪期短 收一块 想法虽好 可村里的这些贫困户 要资金没资金 要劳动力没劳动力 让他们独自发展 根本行不通 于是 新庄村转变思路 成立了迎风种植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 由贫困户自己养鹅 改为与养殖大户集中带养 同时 引进生产线 对草原鹅屠宰加工 并注册了塔拉嘎鲁 草原鹅商标 精心打造这一绿色品牌 之前养的多也是 都是让大车拉走了 利益就是50块钱左右 现在咱们可以增加到 120翻了一倍多 鹅肉 鹅腿 包括鹅胸 包括鹅针 还有鹅肝 这个东西都是分割的 分割之后包装好的 市场比较认同 精神加工发展起来之后 新庄村从美制鹅的利润中 提取八元钱 作为扶贫基金 以分红形式 发放给贫困户 如今的新庄村 不仅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村戎村帽也焕然一新 2018年 新庄村贫困户的人均纯收入 在3000元以上 2019年 这个数值将超过5000元 这段时间 王红砖正筹划在新庄村草原区 建立现代化牧业小区 将孵化间 鹅舍 屠宰加工车间 种鹅基地 消毒池等设施 全部配齐 让传统放牧养殖 向现代高效养殖迈进 它一直就是 用这个大鹅这个事 放瓶户 分红等等的 将来也要像这个草原鹅 或者草原羊一样 我也要创立自己的一个品牌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一个很好带动 它要多贫 要增抽 更要支付 那郑老师 在咱们省西部地区 发展白鹅的养殖 有哪些优势吗 首先咱们省西部地区 只要一草原每种 有大面积草原 这种草原的话 鹅对草原的破坏性很小 这种草原就是 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 它的优势 鹅是吃草的 在鹅的生长期间 就是特别是在 鹅脱温以后 整个这段时间 它都是完全一草 就可以代替其他食料 节约粮食 所以说这个西部草原 那这种草的优势 是显然出来了 非常有优势 同时的话 咱们西部草原出的鹅 一直以吃草为主 这是放牧来出来的 这是纯绿色的 对于鹅肉的品质 那也是相当好的 所以西部的资源太好了 那过去养鹅 相对比较粗放 不过随着规模的扩大 养殖户在疾病的防控方面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随着养殖规模的增大 这个大部分出现 密度增大以后 一些疾病就出现了 包括像细菌性疾病 像大尸肝菌病 沙尸肝菌病 以及巴尸肝菌病 病毒性疾病 像流感 以及复年病毒病 都容易出现 所以说这些疾病 我们都要进行防控 那白鹅养殖 常常是采用 半摄氏半放牧的模式 那这样的情况下 在防疫方面 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防疫是 第一个是疫苗 按照免疫程序 我们定期要做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疫苗 像流感 以及复年 这是必须要做的 还有就是巴尸肝菌病 这个一定要做 同时因为咱们是 它半舍死的 半放牧的 河外就接触 定期要驱虫 好 感谢张老师的提示 那说完了养额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养孔雀 孔雀原产于东南亚地区 很多人觉得它一定怕冷 那其实在咱们北方 同样能够养殖孔雀 傍晚时分 周小红捧着饲料盆 进入孔雀棚 周围的孔雀 纷纷沉伯瞪瞪眼地 望着周小红 它主要吃什么 一米料 这个孔雀好痒不 好痒 浇水前 不多浇点 那就行了 多浇到它把水一喝了 就拉肚子上 周小红把清水 对进饲料里 然后用手开始搅拌 他告诉记者 养孔雀与养鸡相似 不过孔雀的食量 比鸡要小一些 那么这些孔雀 能否适应北方的气候环境呢 现在咱们这个蛇里全是自己孵化 续化出来的 适应咱们北方气候的 就是仔细看的话 无论是从那个毛色呀 还是从它这个抗命能力呀 抵御严寒呢 还有这个绒毛的厚度 都远超过于南方 2016年开始 义勒利特镇的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 观光园 采摘园等旅游配套设施 相继建成 孔雀园是旅游项目之一 把这个养殖业 也就是咱们的一产 和咱们的三产的旅游业 进行相结合 所以说就把它这个院子 给它打造一下 给它升级一下 让游客们过来进行观光一下 进入园内 门票是十块钱一个 因为美味 然后儿童和老人是免费的 本村的村民是免费的 非常的漂亮 以前呢 只有在这个洞窝里看过 第一次见这个 自己养殖的这种洞窝 进入园内 游客出了可以近距离 观察孔雀外 还可以购买孔雀标本 以及与孔雀相关的各种产品 那么它这个羽毛呢 每一年是自然脱落的 大一点的 我们就把它拿到 这个产的画瓶里 单个人卖 一个人售价是十块钱左右 那么六位小一点的呢 我们就给它做上 你看 做上这些羽毛扇子了 还有一些呢 做上那个羽毛 羽毛粘贴画 周海燕告诉记者 孔雀工艺品的销售 分线上和线下两种 现在 孔雀园要重点建立一个 线上销售展厅 其中 很多小型羽毛制品 是由村里的贫困户制作的 一个寻习建计的过程 让他们从简单做起 然后逐渐地去神入 这样的话呢 能够保证咱们产品的质量 也能保证农民 就是制作工艺品的一个信心 贫困户做一个小羽毛扇 就能得两块钱 几分钟做一个 不耽误农活和家务的情况下 一天能做一百个 现在 周海燕的孔雀园 有孔雀三百多只 带动村内贫困户三十多 从事工艺品制作工作 在发展乡村油的时候呢 很多地区搞起了真禽养殖 既可以观赏 同时呢 还可以食用 不过啊 很多真禽呢 属于南方品种 那张老师 咱们把它们引进过来之后 这些外来的动物 如何才能养得好呢 第一个呢 是适应咱们本地的环境 把呢 就是这个环境 尽量和它原产地的环境 基本相似 模拟一个小的环境 第二个呢 是啥呢 给充足的饲料 把饲料一定给好 给充足 第三个呢 是做好免疫工作 就是这些真禽 它原产地的话 它肯定有些疾病 这些疾病的话呢 疫苗哪些 一定把疫苗做好 做全 再一个是 把鸡中虫病 就是去虫做好 这样是能保证养殖成功 那作为真禽的养殖呢 经常会有游客来参观 那这是不是给防疫 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呢 这种防疫压力很大 本身的话呢 游客的话呢 他每天可能走不同的地方 这样事的话 容易把一些病毒细菌带进来 所以说我们针对这种情况 游客参观呢 尽量不让他碰 不让他摸 有很多呢 疾病都是高度接触性的 这样事呢 减少一部分发生 同时的话呢 就是游客能接到的地方 每天要做好消毒工作 把消毒做好 第三呢 就是靠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 平时啊 都为一些这个黄金多糖啊 那个电解多危啊 这些增强免疫力 防止疾病的发生 好 感谢郑老师的提示 我们先聊到这儿 长春市九台区 芒卡满足乡三道村 在扶贫攻坚当中 将扶贫与扶质相结合 多错并举 推动工作有效开展 李光丰是三道村 2016年建当利卡贫困户 长春市残联 经过多次走访 结合李光丰家的实际情况 帮扶他开展了家庭养殖业 在提供技术与资金的支持同时 还帮助他寻找销售途径 今年 李光丰家养殖鸡鸭鹅厨 近千只 小猪仔二十八头 不仅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还成为了村里创业致富的带头人 在扶贫工作中 住村干部积极引导贫困户 树立脱贫光荣的观念 并在全村举行了敬老孝亲 结美庭院自强创业典型评选活动 推动非贫困户积极参与到扶贫工作中 全力推动脱贫工作深入开展 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有针对性地对一些 比较弱一些的贫困户家庭进行帮扶 今后我们还要引进企业 对三道村进行未来农业建设 使我们三道村实现早日脱贫致富 据了解 自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 三道村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累计协调资金1243万元 改造乔寒五座 排水2066米 水泥路9.48公里 安装自来水240户 新建文化活动广场一座 为推进产业扶贫发展 三道村建设了300平方米农机库一座 购置农机7台套 实施光伏发电项目两个 装机总量162千瓦 2018年脱贫群众人均分红500元 贫困户脱贫率达到99.13% 我们知道发展养殖业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 近期生猪价格上涨 农民出篮补篮的积极性都很高 养殖户到外地采购子猪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第一条呢 是这个选择我们要去买猪的时候 一定选择看看它那个地区有没有疾病发生 如果这个地区是疫区 现在正在某些疾病在流行 那么我们这个猪多钱也不能要 就不能去抓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抓猪的时候呢 尽量选择这个猪啊 日龄长一点的 最好是断奶的 这种情况老百姓讲要康苛的 其实来集体免疫能力强 免疫相对完善 这样是疾病很少发生 第三个呢 就是更关键了 一些这个就是抓猪过程中 一些就是不好的习惯 本身的话呢 这个猪群呢 最好是这个问原这个眼睛的家 他的免疫情况 按他的免疫情况 紧接着呢 一些特别像猪温这些串染病 一定在他家20天就开始做了 一定做好 不要说是这个 最忌讳的是什么 下车这边抓了 那边下车就打针 这种情况呢 一边下车边打针 是你省事了 说是我少抓一遍 但是这种情况的话 容易啥 机体这个 又免疫力低了 它疾病就发生了 如果是说 我也免疫不明 然后呢 这种情况呢 喂一些免疫增强的药物 像我刚才提到的 像黄芸多糖啊 可以更好一点了 喂点肝乳素啊 或者这些都可以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那么在生猪出栏的时候 如果还有没长到 标准的小猪 那这个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像这种情况 就叫僵猪了 遇到僵猪的话呢 应该就是有可能啊 它是这个 就生产过程中 其他猪欺负它 或者它自身的有这个 就是相对来说 这个吸收能力弱 它就可能成为 没达到标准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单卷给它饲养就可以了 单卷饲养以后 没有其他猪相对竞争 它吃食可能就没什么影响 可能采食好一些 可能缓解症状 在同时的话 我们给它单独的驱逐虫 驱完虫以后的话呢 喂那个就是这个 健胃的药物 喂点健胃散 喂一些呢 像那个调解肠道菌群的 像益生素啊 酵母粉 现在比较流行的呢 像发酵饲料 发酵中药 单独给这猪四味 都是很好效果 好 感谢张老师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使休息 马上回来 在前锅 生态复苏茶干壶 宜江介水 胡华璋 在辉南 特色小镇花药锅 绿水青山 殿金山 乡村四季12316 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 六颗星长小肥 也要您继续收看 乡村四季12316 糊黄豆摔成方 刚里酱橙百事香 这首北方民谣呢 说的就是东北人 一日三餐当中 最重要的食物 东北大酱 而在茶干壶呢 大酱更是烹饪 胡鲜必不可少的调料 近年来 茶干壶的名气越来越大 一般来旅游的人 都要品尝这里的胡鱼 而大酱是烹调 茶干壶鱼的调味之王 无论煎炸炖炒 都必须做以地道的 农家大酱 味道才会鲜美香醇 特别喜欢吃酱炖 大锅炖 大铁锅炖的这种 人家有一种特色 它原汁原味 渔民一天四季 总这么吃 吃出口感了 林伟峰家的鱼馆 开了很多年了 过去 每年下40斤黄豆做酱 也就够用了 2018年 他家下酱中的黄豆 达到了400多斤 除了大酱 最能代表茶干壶鱼宴特色的 就是胖头鱼 如今在茶干壶 二十来劲的胖头鱼很常见 但在上世纪70年代 胖头鱼在水中欢腾的景象 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霍林河断流 当时的茶干壶 成了风沙肆虐的严谨泡 白花花的严谨面子满天飞 周边田地都简化了 1976年 尹松工程全面动工 为了将松花江水 引入茶干壶 前国县动员劳力达8万多人 历经8年 完成全长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 引松工程建成后 茶干壶水域面积恢复到420平方公里 湿地面积达到514.2平方公里 400平方公里的浩渺烟波 东部时节冰湖藤鱼的鱼裂奇观 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 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一张 茶干壶生态建设的步伐越走越扎实 茶干壶 这个40年前的捡盆子 如今是吉林省两道生态屏障之一 四大生态群落之一 未来三年 茶干壶沿湖区周边4866公顷土地 还将实施还林还草还施政策 这些措施可使面园污染整体减少75%以上 我们一定要守候我们茶干壶这块金字招牌 这是总书记来到我们茶干壶 给我们的一个嘱吐 我们要牢牢记住 我们力证用三年的时间 把茶干壶打造成吉林省西部旅游 大环线上的璀璨明珠 力证用十年的时间 把茶干壶建设成国家级生态型湖泊 旅游目的地和国内生态治理保护的样板 说到生态建设 近年来大安市在村荣整洁 生态移居方面加大了力度 引进了许多好的项目 其中春天看苗 夏天看花 秋天卖钱的万寿局 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几天 月亮炮镇电源村的余老汉有些怪 平时不怎么出屋的他 一反常态地天天坐在墙根底下 眼巴巴地看着自家的院子 余老汉名叫余永发 今年78岁患有脑穴栓 是村里的贫困户 今年村里发展庭院经济 给的外售局花苗 几天前刚刚收了第一茶 他家卖了160元 余老汉有点不敢相信 这花还真能卖钱 原先嘛 整这花吧 大伙都不知是怎么回事 这完了 说摘300多瓶 完了我们就拿这个摘的 摘的完了 花一出了还真挺好 现在这一看吧 收入 稻秋 在家补助 在家卖花就得卖 总共就卖两千多 要种啥也卖不了那么些钱 第一茶花卖了钱 余老汉现在怎么看这花 怎么稀罕 眼看着这第二茶就要来收了 他还真有点着急 趁着镇里来入户调查 他赶紧把自己的诉求 告诉了第一书记 三四天 四五天 四五天 这花就得 头天告诉我 我就开酒吧 行行行 就是咋的 在告诉你一通时 有啥困难 栽不过来 会运输有困难 直接找我们 作为一家之主 郁永发把心思 放到了庭院经济的收益上 而老伴范秀英 则更看重外售局的美化效果 逢人变夸 看着满院子的花 自己仿佛都跟着年轻起来了 看看我们家这花 谁过来到我们大门都瞅瞅 黄乎的 算一双倍似的 谁看都好看 谁找我们都找我们家花好看 为了保障贫困户收益 月亮抛镇和外售局 加工有限公司 签订了回收订单 并由各村统一购买花苗 免费发放给贫困户 并进行了专门的技术培训 这个项目我看挺好 时间短 借较快 周期大约是五十多天 两月左右 七五天一次能再把次 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当初选择庭院经济项目时 月亮抛镇也是几斤四两 既要保证经济效益 让贫困户真正受益 又要兼顾美丽乡村建设需求 美化村屯环境 从2018年开始 月亮抛镇率先推广 外首局种植 取得较好收益后 今年包括月亮抛镇在内的 七个乡镇 也加入了外首局种植行列 今年全市共发展庭院经济 八千四百亩 覆盖平均户是一万七千户 仅卖售局这一项 就能达到五千户 辐射到八千户 实际户均增收 两千五百元 效益非常可观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使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优敌519 要您关注四季农把市 近年来 由一些农机大户 带头成立的农机专业合作社 在生产当中 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仅帮助了很多农户 解决了谁来种地的问题 还解决了如何增收的问题 在长春市九台区 城子街道 柴福村 就是这样一位 帮助农民解决问题的农把市 张庆祥 二十就开始种地 已经种到现在 四十六年 说起张庆祥 在柴福村里几乎无人不孝 不仅是因为他种地经验丰富 还在于春耕秋收时 大伙都要找他帮忙 种地上行 农机上行 人家就是种的地 能多大点粮 所以跟着运走 地种好了 担子轻了 在大伙看来 这都是张庆祥的功劳 他带头成立的 庆祥农机专业合作社 已经连续十年 为村民提供代耕 代种代收的服务 现在规模是四台车 大中型的 这是指着村的悬耕石的 收割机一台 免耕机两台 一共这十六多台 覆盖三百多户 五百公顷 张庆祥告诉记者 他之所以想要发展农业机械化 源于一次大胆尝试 2007年 他偶然在电视上 看到了农业机械化 所带来的好处 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那时候你农村根本没车 你种地全是靠这个 以前就是古老的模式 你要是靠这个机械 它再一遍不就成活了 相当省临利 所以那时候我就 心思格要买一台车 看到张庆祥开着悬耕机 在田地里 不少农户都过来请他帮忙 长到甜头的他 确信农机作业是一条致富路 逐渐地 他手里的机具越来越多 而为了提高农机的使用效率 他便和村里的其他农机手提议 建立一个合作社 方便大家连片作业 作为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张庆祥爱琢磨的劲头始终不简 通过挑选两种 他建设了优敌519样板田 并引用梁芳 接杆全覆盖免耕技术 效果都不错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农把士 随着机器化的发展 德惠市万宝镇 欢自台村的邓国中 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模式 通过不断提高种植水平 增加了自身的收益 邓国中使得会是万宝镇 欢自台村的种地能手 2013年 他带头成立合作社 开始用试验田对比的方式 进行选种选肥 这个屯子上岗的导演 这个种地也是选种的选化肥 它都得其次 主要是长种的品种 耐蜜的 抗减性的 尤其像我们这二瓦地 减性的 适应我们这个地块种的品种 就是那个抗性强的 抗严肩的 种子选得好 收益才有保障 邓国中告诉记者 选择玉米种子 不能单纯看产量 而是要综合考虑 玉米品种的适应性 玉米必须保持棵树 你像那个有的是 有的是那个细枝大棒 它那个是那个高杆的 不打扛风 像这个玉米像这个往上液流的这个 比较抗风 尤其像现在 雨水一大 一刮风 包米用一倒 一倒就得达到减转到50% 除了选择优质的玉米品种 化肥的配比也非常重要 合作社成立后 邓国中不断总结经验技术 扩大种植规模 同时 他还利用自有农机 为周边农户代耕土地200多公顷 这让他赢得了大伙的认可 他家是种地大户 农局大户 种地有技术 也有研究 咋就不行 是不是 一般的免耕都用它车 收割都用它车 我也是四十小时打的事 种好这地 该早是打 这一年始终 叫做那个合作社 这地啥地 我两打得多了 必须把我这合作社这地 经营好 得带动是大伙这些机器性 必须啥搞是规模化 机械化 邓国中告诉记者 每年他都会用一块地 来试验新品种 新技术 循环往复 精益求精 好为第二年增产增收 打下基础 试验是免耕这个 非常好 免耕得带口肥 失底肥 后期还得追肥 现在国家 这不提倡是接杆环田吗 这个挺好 我现在普及一点 在推动扶贫攻坚的过程当中 很多驻村帮扶干部之间 建立了深厚的工作友情 在汪清县天桥岭镇天山村 就有这样一段爱情故事 李清华今年29岁 是汪清县消防大队的专职消防员 2017年3月 被派驻到天桥岭镇天山村 任帮扶工作队队长 张爱纳今年28岁 是汪清县天桥岭镇政府机关干部 2017年4月初被派到天山村帮扶 两人通过扶贫结识结缘 并于今年5月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成为扶贫夫妻 他这个人特别好 然后特别实在 然后工作也特别脚踏实地 然后就这样认识了 平时沟通的时候 可能工作的时候多一些 在日常工作中 两人一起整理档案 一起核对数据 一起接待来访群众 遇到困难 两人互相帮助 互相鼓励 特别是李京华 在天山村的这两年 他帮助贫困户打扫院桌 维修自来水管 设立爱心扶贫超市 联系扶贫药店 为贫困户排忧解难 可以说事无巨细 帮扶周到 先后荣获县镇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 两个人特别靠谱 平时帮助村民也很多 他们虽然加安在了忘情 但在天交陵也有他们的小家 他们把心安在了这里 我代表村里也祝他们 幸福长久 我们有什么活他也帮着干 有时候收拾柴 收拾柴 收拾柴 啥就干 由于扶贫工作任务繁重 两人举办完婚礼的第二天 就返回了工作岗位 为了工作方便 两人安在汪清的小家 也只有在每周末才能回去 在那个扶贫的路上 就是一路前行 然后不断的互相帮助 希望大家就是能把工作做好 继续更加的努力 一起完成扶贫村天山工作的 重要任务 争取在2019年 全村整村脱贫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持续锁定 即使乡村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